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次我们讲一讲 英国的问题 英国的教育戒神 就是这个韦廉讯,我们经常提醒他 其实他发了狠话 这些狠话就令到 各位家长很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说 如果各位不要好协助防疫的话 不好意思 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再会封校 你们的小孩也只可以在家里学习 对于家长来说是很严重的 因为他们也不想小孩再次在家里 因为真的闷得太久了 我们看看 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 就开学在职了 我们看看 英国 四个地区中小学的防疫措施 第一 怎样做检测呢 在英格兰 所有的 中学都需要在 学校接受两次 一流抗原快西病毒检测 哇,间隔也挺厉害的 三到五日制造一次 各个中学 可以在学期初的时候做检测 利用第一周就最好了 每间中学也会联系家长取得他们的同意 并且通知他们相关的安排 因为那些检测呈阳性的学生就会接到 NHS的 病毒检测 和追踪团队的联系 最少要隔离10天 小弟哥和他们家长 一定要将小弟哥密切接踵的轨迹信息 提供给英国 那些密切接触者 就会做一次PCR法处检测 如果是阳性的话 就要自我隔离 阴性就不需要 在威尔市 北外 还有已经开学的苏格兰 地方政府 就鼓励学生和职工 在开学前 在家或者前往社区中心进行检测 全英国四个地区 都会继续鼓励学生 在家一周做两次快速检测 韦廉信就说 如果你们不做可以 不用上学 他也挺狠 他也挺狠 他跟金帽装有点不像 虽然这个人都经常射窄 但是 好像狼死过金帽装 比较狠 另外社交距离 我们看看 在英格兰 威尔市和北外尔兰 他们说的 社交气泡等等 所谓社交距离 其实措施已经放宽了 在很多层面上 防疫的责任就转移到在学校 每个学校 将动用 自治权 决定防疫措施 有些学校就决定 保持单向行动的制度 并且 控制人群聚集人数 那口罩和 通风设施呢 那怎样呢 在英格兰和威尔市 政府不再建议教职工和学生戴口罩 那当然了 Gamo John Boris Johnson自己也不戴 是吧 如果在校巴 等等的擠涌场所 政府就继续建议 建议戴口罩 不过 蘇格兰 就继续要求教职工和学生戴口罩 至少要戴到九月底 因为蘇格兰现在疫情大大祸 可能还会延长 可能到十月 北外就继续要求中小学生继续戴口罩 至少要戴 六个礼拜 还有就是每间学校 校长持续要求 政府引入通风 的一些设备和措施 不单只开窗 因为冬天 不可能一直开窗 教育部 已经表示 会为英格兰中小学提供 30万个二氧化碳监控器 帮助了解室内的空气流通情况 对于 了解病毒是不是扩散是很重要的 不过 虽然 教师工会继续施压 但是 这个 教育大臣 韦廉信 好像听不到 这条磨碌 你就懂得发狠话 就说 如果你们家长做不好 你们 冬天可能再封城 秋天也封了 甚至说 你们就回不了学 小孩子就很惨了 家长也要看着他们 回不了工了 所以麻烦你们 做好 防疫措施 监督好你的小孩子 当然他有一点点脱窝 不可以否认 其实 还有其他措施就好像英格兰 中小学 内部 如果爆发疫情 教育部 如果 爆发疫情教育部 就有这样的指南 在室外上货 就要 改善室内空气流通 以及 可能有必要的话 暂时恢复 这个 社交气泡措施 不过 教育部这条磨碌 韦廉信 只认识客人 他就说 这些 任何防疫措施都要考虑到 对教育的 有害影响的 可能他们 上课 不集中精神 或者教育质量不好 这样说 等于没说过 其实他 特意 这条磨碌 他特意 就说 关闭学校 在冬天依然可能发生 你们不要当 不是一回事 尤其是你家长 看好自己的小孩子 他特意还在太阳报 赞稳 就说 如果新一波 疫情来责 学校这个冬天可能再次关闭 所以请分清权责 其实 韦廉信就说 如果新一波疫情真的大幅度来临 英格兰的中小学有可能再次关闭 他也说 学校部分停货或者整个班或者整个年级自我隔离的措施 是不会被排除的 如果你们家长 想 自己有多些自由去工作 那就麻烦你叫你们小弟哥看好 戴口罩 社交气泡的情况 扯动 不就是离开 他又说 为了避免影响学生受教的情况 就应该学生坚持 做这个检测 大家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再次 要 网络上课 因为小弟哥也不想见到 很想见到自己的朋友 和整个班级自我隔离 对于小弟哥来说 心理也是有影响 所以韦廉信也是再次甩 就说家长 请看好你的小弟哥 在最无奈的时候 英国政府是什么措施都会做的 我们会尽一切的方法避满 这种可能 我们在去年 已经见识过疫情对于教育的影响 各小学 应该严阵以待 你们各有各的措施 我们是会尊重的 英国媒体也访问了 一个威尔士的校长 他说我见到学生回来很开心 我们也响应教育大神 希望学生尽量在学内 戴口罩 还有就有 社交气泡 这样才可以合理 令到聚集的人数降低 将人流分开 其实他那家学校有2000个学生 相对来说比较少 他只是想保护他的学生 令到他们明白疫情尚未结束 但是你的 金武John Boris Johnson 自己都不戴口罩 所以叫学生戴也是有点难 一个头做坏了 整个国家都做坏了 其实教育大神 韦廉信也鼓励小学 和中学 实施午餐 社交气泡 即是减少人群的聚集 午餐气泡 的措施就指 每日学生 和同一个小组的人一起吃饭 以前我在英国小学读书的时候 是坐在操场地面一起吃饭 有时一起打闹 所以他就说大家不要打闹 最好 安坐在 一个地方 一个小组这样隔开隔开来吃 虽然政府已经取消了官方的建议 但是韦廉信 就说这样的措施最好 好心你不要取消 当时 鼓励你 是不是坏了 取消什么呢 搞得大家都放松了 他就说 可以学习家庭 进餐礼的 如果一起 坐在 一个小组隔着吃饭又可以 交流啦 不过 就隔开少少而已 这样说 通常 每个餐桌 有一个老师 每个学生 还会承担不同的 职责 营造家庭气氛都可以 所以 这种措施 其实防疫还可以帮助学生 交朋友 其实我就不觉得 在操场一起吃 更容易交到朋友 韦廉信 我在英国也读过 小学 真好笑 现在都是脱窝 另外 通风措施 威尔士 其实都做了一个榜样 他们一间学校 就跟卫部讲 我们学校 有几样东西 值得大家学习的 第一就是 二氧化碳监测 刚才我们也说过 英国各间学校就叫政府做 不过政府 不知是没钱还是不想做 有些学校就自己搞 自己装了二氧化碳监测器 如果 空气不够流通的话 他们 就会 用一些方法 用什么方法 就是开枪 不过英国冬天很冷 其实就是确保打开枪 这个就是短期内最有效的措施 以及 就是 臭氧消毒 这样就装了一个 不过 因为他家学校比较小 所以 装得少 如果大一些 学校可能难一点 说明 另外 空气调节系统 就是保持空气流动的最好方式 亦都令到新鲜的空气进入 但是这些都是钱的 另外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空气净化 机 这种空气净化机 市面上很多 不过 大家真是小心选 他就会选 一种 紫外线清洁的 方式的空气净化机 但是安装复杂 另外一种空气过滤器 通过吸入空气 将病毒和其他污物清除 这种就好一点 威尔市政府就说他们会施支 600 万英镑 很小 为当地的中小学和大学提供3万个 二氧化碳 全錦气 和1800台 臭氧 消毒仪 这些 都是有用的 根据Swancius 史云斯大学的研究 这些东西清洁空气 亦都可以令到 一来我们感到 人是舒服点 二来 对于空气流通有用 空气流通之后 对于病毒的传染 会减慢他们的速度 还有 希望在秋季学期 广泛开展这些机器 但是一个字 钱 钱从何来 是吧 很难的 还有我们看到一样东西 现在英国很多人打了疫苗 这是事实来的 我们公事公非 但是 有些人接种了两剂疫苗 是的的确确是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但是研究亦都看到 接种疫苗后依然存在染疫风险 因为没有一种疫苗100%有用 好像英国一位妈妈 他亦都接种了两剂疫苗 但是 他就叫别人不要大意 一定戴口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中了新冠 而且中了之后 哈哈 身体 有劇烈的反应 头痛 全身酸痛 严重疲劳 当时他几乎走不了 的的确确疫苗避免重症 咬过了严重的几天之后 他就有样东西大惡 就是美国和臭国没了 不过他就说至少呼吸没问题 其实都挺悲观 事实上 我们看到 疫苗 在Delta变种之下 疫苗的确 效用是削弱了 但是 刚才那位妈妈都说 不打就最糟糕 所以一定要打 虽然他现在暂时 没有了臭国和美国 但是 起码他不至于离开人世 我们亦都看到 我们今天有节目都说过 新冠突破性感染者 即是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士 仍然是可能染疫的 但是 起码住院和 离世的率是大大降低的 虽然 疫苗的确在Delta变种之下 有效性正在减弱 但是 请你记得打疫苗 因为 不打疫苗 中的人士是没有 是没有 任何免疫力的 他们 中了新冠之后 是很容易地入院 和这个世界 是say good bye 说拜拜 所以我们看到 无论如何 都是要打 我们看到 现在 英国也算是疫苗接种率 比较高 澳洲 希望他急起直追 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但是 又就打了 英国 亦都是不断地说 可能要打第三剂 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是不是容易买到呢 买到之后 他们亦都说 是首先给免疫力低下的群人接种 其他人 就要考虑考虑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报告 亦都没有完完全全显示 接种了第三剂 真的十分有效 所以英国 对于第三剂来说 好 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